时序来到冬天第三个节气,大雪 尾都高的地方早已大雪纷飞 人们不得已都只能在家藏得好好的 自然而然去符合到了冬季风藏,静心的节律 南方没雪,只是冷,外出还是挺方便的 若没仔细去思考冬季的意义,很容易稀里糊涂就这么过了 若依旧自顾自的大明大放,无节制使用元气 没跟上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奏,趁机养精蓄锐一番 待春季来临,要么困倦疲累,要么手脚微软,都有可能发生 我之所以建议大家修静心和静心 就是来保存实力用的,以避免无味的耗损 当社会乱象丛生,是非颠倒,狗屁倒灶的事情一堆 尤其需要修炼自新 杂乱的念头,纷杂的情绪,非常消耗人的精神和体力 回想一下,当你大哭一场,暴怒之后,是不是感到相当疲倦 或是用脑过度,心力交瘁时,是不是经常觉得肚子饿或全身乏力 这就是你的元气被无味地消耗掉了 常与境内在属性相同,趁着藏的季节,来练进攻,特别能有所体会,进步神速 这半个月,不妨把职场,家里当成是免费的新脑健身房,好好精进一番 灵性扬生,出家或是成家 烦死了,受够了俗世纷扰,真羡慕出家人 每天只要念经就好,像我这样聪明居然不被重用 老叫我做一些公读生的工作,干脆出家算了 退休后闲闲,不如去禅修 这样往生的时候佛祖应该会多庇佑我一点吧 很多人以为出家剃度,入佛寺道场修行,一切就没问题了 但事实上是,如果新的事情没有搞定,到哪都一样会伤透脑筋 曾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问高人说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继续精进 出家,或是成家,高人给的答案很精辟 我小时候曾出家两年,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出家可以开智慧,在家,也可以,说不定还更可以 生活及道场,职场,家庭就像是心脑的健身房 有心精进,不一定要与世隔绝,能在人世间修行,更具挑战性 道场对修道者的训练,其实在职场,家庭中也有很多相似的情境关卡 举例如下 入世与初世皆同的四项修炼 修炼一,挨骂误误我 一直被骂一直被骂,被骂到觉得怎样做好像都不对的时候 就想,为什么这个我,会有痛苦的感觉 这个痛苦的感觉是真的会痛,还是只是心认为它很痛 换做今天我是他,我是不是就觉得他骂的那些,其实很有道理 一直拆解下去,最后就悟到了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我执 当场放弃对自我的执着,你就立地成佛了吗? 还没,还早得很 不过,只要一旦开始不僵硬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 非如何不可,等于不再化地自限 通过这道关卡,你将获得的礼物是,变得超有弹性 像水一样可随时幻化变形 随遇而安,这关,男生在当兵的时候,应该也经常练习道吧 修炼二,摆脱无力感 对另一半生气,跟同事吵架,这在地球上是一定会发生的 法国人解释,如果你生气了,你是在对自己生气 静心想想挑起你怒气的情节 你是不是还带着一点无能为力的感觉 这关要修炼的是,停止对无能的自己恼羞成怒 转化火气为精进的动能 通过关卡,你将成为一个更成熟,更有办法的人 修炼三,日日勤扫妄念 出家人有很多劳务工作,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只要会念经修法就好,扫这个,洗那个,整理油灯之类的 不过打扫,其实也是训练 训练专注,训练活在当下,以及整顿内心 人心妄念太多,显化出来就是外境的杂乱 心狠乱,反映在办公桌与居家环境上,也会是乱糟糟的 请让生活环境变清爽,并享受随之而来的宁静舒适感 修炼四,不说废话坏话 不少宗教都有禁语的修行法 就算天天行善,只要一句恶毒的话,就能把之前所累积的福气,抵消一半以上 宗教领袖们皆意识到口出恶言的杀伤力 不约而同定下禁语戒律,以此避免修行者废话连篇 无意义的话说多了,自扑其断,自毁虔诚,自寻烦恼又自找麻烦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 除了广播节目主持人必须把每分钟说好说满外 大家平常还是少说多看,少说多做,比较没事 破关奖励,你将会发现人生路上 常来阻碍你的那些魔物,都不知去哪了 好顺啊,守住口页关卡,你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顺遂